回到這一節,我們先請這位嘉賓跟我們談談疫情方面最新的情況 特別是近期打針的情況是怎樣呢? 因為疫苗通行症已經擴展到專科醫院,需要打三針才能進入 請這位嘉賓就是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成員 也是家庭醫生林永煌醫生,早安林醫生 早安,大家好 早安林醫生,先問一問,知道你一直都有幫市民打疫苗 其實近期打疫苗的情況是怎樣呢? 近期我們和很多前線家庭醫生都很努力 為一些年半以來有各種原因不敢打針或者擔心的接種疫苗 他們很多是在公合醫院有做專科門診的 他們都看到情況是否真的自己不能打呢? 還有如果真的回復診有些困難就來好像求助那樣 我們跟他們談,都有部分我們最終可以即時打的 但是有些可能自己都是有些擔心在這裏 變成唯有用其他方法 譬如其實醫管局都有著情的 都可以希望有達性處理在這些情況下 但是他們都或者譬如做核酸去做個陰性報告 暫時 另外有些都會轉去 例如可能私家裡買著一些藥 這樣都有的 不過我也呼籲如果有家人 其實如果有長者還沒有打針 都希望找一個雙屬醫生 或者看好的醫生 都再看多一次你的紀錄 還有看最新情況 看看可不可以盡快接種 因為真的看回第五波之後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數據 就是沒有打針的危險性是高很多的 疫情呢 現在就已經是略為反彈 兩個月時間之後 重返回整個千宗 其實你看回疫情反彈 加上都見到 有些學校方面 其實路路續續不同的學校 都有零星一些的感染個案 多不多了一些長者 或者中小學生 其實在打針的疑慾上面 是加強了 疑慾上 都一半半 都有一些市民 可能覺得 聽過某些朋友感染了 好像都好了 都沒有什麼事 就變了有些少 好像當普通感冒 但是我們的臨床上 也都看多了一些 例如可能康復的人事 就算好像真的完全沒事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 然後又有一些咳嗽 又有一些累 我也試過有些朋友 例如照電腦掃描 原來我也看到肺 都有不同程度的傷害過 即使它是完全好 例如走得走得 但是它都覺得輕微 有些不知是心理作用 還是怎樣 都驗到有些 如果照得清楚些 都看到有些傷害 所以如果我們說 長生觀 其實我們還是沒有了解清楚 這個課題 所以我都希望市民集 不要想著 中了都是好像好小事 我們在現階段來說 最好都是千萬不要感染到 如果不感染到 如果你是沒有打針 希望你盡快去考慮 我們最近很多社區醫生 都看到多了很多呼吸道的感染 雖然很多都說排出陰性 結果都是普通的傷風菌 但都看到一些苦流感 一些用飛沫傳染 這些疾病都其實多了 所以都看回大家社交交流是多了 或者是都會在一些學校 那裡有少少的一些不謹慎 就會交叉感染 所以種種因素來說 都是如果你加多一重保護 是打疫苗 其實起碼可以保護到你 不要感染到重症 嗯 現在都說第三針的缺口位 即65歲有30萬人未打 65歲以下的那些 當中有些應該打第三針 而未打都有30萬人 這60萬人都十分一人口 都不是少的 第五波的經驗 就是一人中招 就整家中招 不要以為自己不出街 但家人出街都會帶回來 林醫生 很多家庭的感染個案 你接觸康復之後 剛才說長新冠 對於小朋友來說 有什麼長期的問題呢 有沒有一些個別個案 找你投助 其實都 因為有些都不可以完全證實 是不是跟新冠 因為本身有濕疹 或者有些烤喘 或者經常有些食慾不振 或者不專心 但是過了新冠之後 好像也有些是惡化了 當然也有些之前說 什麼濕疹都沒有 有什麼可能很專注 個人很開心 但是你可以說 未必單純因為新冠的病毒 總之是好像經歷過那一陣子 好像打仗一樣 又要隔離 又要入醫院 又搞完一輪之後 心理上都有一些負擔 或者一些陰影 我想希望這段時間 大家家人 總之就是生活習慣 盡量健康一些 還有可能如果是正面一些 大家去交流的時候 看看可不可以走出疫情 症能量高一些 沒錯 因為小朋友的腦子一直在發展 我們擔心 因為一個病毒全身走過一次 其實都是一個未知之數 希望就是沒事 林醫生 想問一問 現在疫情方面 已經流為反彈 重回過千宗的水平 大家都開始擔心 因為一些社交距離措施 雖然沒有進一步再放寬 但現在其實都已經 可能多了人出來吃飯 多了人去不同場所方面活動 其實你自己怎麼看 這個疫情的發展 因為最新都有公佈 就是病毒的即時有效法值率 都去到異以上 換句話說 一個患者可以傳染兩個其他人 所以都看回各種的社交活動 例如快要是父親自生 這個星期日就是 也有很多風險 我想如果大家會脫口罩的活動 我都強烈建議大家做個快速測試 才好出去 即使你可能沒什麼不舒服 你做了才要約朋友 去別人家也好 都會安心些 另外如果你說一些不必要的 我們譬如說很大盆人的 例如去一些大型的住所或者酒樓 你知道整個空氣環境 其實你很多其他人的健康狀況 你不知道 你就會要小心些 我自己可能可少則少 必要的就要 但如果是外賣各方面去減少 至於你說酒吧 或者是一些空氣 更加不流通的場所 或者視乎環境去決定 現在都加了一些措施 始終先做了快速測試 大家先以一個共用一個空氣環境 我想都會將風險減低了一些 現在的傳播個案 除了不斷增加之外 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發現 很多在學校上學前的自外檢測 就是零散地有百多個 甚至乎試過接近二百個個案 分佈不同的學校 又不是在學校裏面有群組 是否再顯示在社區的傳播很嚴重 只不過是因為學校的檢測 是最嚴格才找到這些學生出來呢 這個推論都正確 因為學校就好像 其實之前我們醫管局員工 每天一定要測試 所以才會找到這麼多 這麼穩定的數字出來 但外面很多市民都未必說 無端端會驗 或者有少少不適合等等 都可能會遺漏了 我們在社區工作 其實這陣子真的多了 都聽很多指民說 有些甚至我們勸去情報 但最終我都不知道 那個情況 希望去情報了 所以很多隱形傳播 大家沒有驗到 或者驗了無情報 都在散播中 所以如果看回BA4和5 雖然現在還未在社區大型爆發 但都看回 因為有些檢疫酒店 有些外來的個案開始出現了 它的傳播性更加厲害 甚至乎我們看美國的數據 好像打了疫苗 甚至乎再感染的機會都高很多 所以都希望大家 如果有少少不舒服的 就一定做快出七次 還有盡快求醫 情報 希望可以 不要以為看不到就不在 因為這個病毒很厲害 似乎它一直 亞營的變種 一直都在出現 即是說 其實我們到月底 肯定就不會再進一步 放寬那個限聚 或者一些隔壁的措施 留待下一屆政府 你自己看 是否短期之內 要放寬都真的比較難 我想我們現在先找手 因為有少少反彈的情況 都合理的 因為看回這些個案 我覺得是來近幾天 應該都會上到 一直維持一千宗以上 甚至會二三千 所以這段時間 我們起碼要穩守 做好我們本來 現在很多活動可以回復 但我們做快出測試 一旦有不舒服就看醫生 還有戴口罩 環境衛生 一些廚所 可能空氣、設施 檢疫酒店 尤其是去衛生上 我們先做好這些 如果我們可以過到 這兩三個星期這一關 我相信都有機會再放寬 另外想問回打針那邊 其實第三針 其實大家都可以選擇 即是復必泰或科興 即是復必泰或科興 即是私家診所 有幫助病人打科興 其實你自己看看 那個趨勢是怎樣 其實都如果有部分市民 是擔心 或者之前打復必泰 那個反應比較厲害 都來找我們 了解一下打第三針 會不會轉科興 都有的 不過都是為數是少的 還有我們都跟他解釋 就是利弊 有部分市民都來得到 都會轉針打科興 但是始終我們都覺得 因為第三針都很重要的 你打了對Omicron的保護 是好很多的 特別是科興 如果你打了兩針 Omicron的保護是不夠的 如果你打了三針科興 都已經跟三針的復必泰差不多 所以無論是轉不轉針都好 未打第三針的市民 好像剛才說 都還有很多 都希望你們盡快去接種 不要說好像讀書 其實我們自己本分 不要說好像人家逼你 媽媽叫你讀書 你才讀這樣 自己慢慢去研究一下 決定一下 不明白就最重要 跟醫生商量一下 今天謝謝林永驊醫生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謝謝